第六十二集 盘上几句黑话 答错了板眼 小老大一口唾沫 催在开灌的人脸上 回去重新修炼 三个月之后再来 最难堪的是 逛了一天 没人理睬 身后只有一群 看热闹的闲人 尾随起哄 这算白光 一连三天还没人理睬 拉倒吧 爷们儿 是你不够格 赶紧另做主张 该卖菜的卖菜 该买鱼的买鱼 这辈子 你就休想做混混了 有意思 好看 与子鹤头一遭看见开灌 身不由己的 便跟在后边看热闹 看热闹的人好多 下有猪怕煮得吃亏 便前前后后的 用肩膀往外扛乱挤的闲人 与子鹤越看越觉着新鲜 有下有助给他开道 不费什么力气 他已挤到人群最前边去了 与子鹤一旁观看 这个人够份儿了 宽肩膀挺胸脯 虎背熊腰 以身的精气神 走起路来 左摇右晃 带着三分不讲理的气派 凭这股浑劲 无论打人 还是挨打 保准都是一把好手 只是可惜啊 这条好汉 已经走到南市大街当中了 半个钟头过去 还是不见 有人过来与他搭话 没关系 不着急 好汉有板有眼 脚膛八字步 双腿焰子弓 他只管静止地走下去 老大留步 正在这位好汉 快走到商市大街尽头的时候 突然一位留着白胡子的老头 迎面走了过来 一仰手 换住好汉 看得出来 这位老人 是个有名分的人物 一条大河 把人拦 何宽水深 水不干 引进好笔 船百度 无人引进 行路难 开逛的好汉 听见有人招呼 立即停住脚步 啪啪两声 将袖口甩下来 垂手功力 他侧转身子 背靠墙壁 唱起了一段 央求引荐的黑词 老大 何处扎根 白胡子老人 见好汉 有板有眼 知礼貌 这才向他进一步 盘问 好说 兄弟 范九合 耕武六月十七日 直里天津 下河窝 前人摆设 集庆堂 有阁邦 诸位三老四少 调教 调教至如今 一套黑话 是自我介绍 说自己 姓范明九合 今年二十岁 早练就了 一身好功夫 自我介绍后 范九合 转手为功 他要询问 老人的来历了 敢问师爷 哪条船 好说老大 毕家 船在上河邦 船上二十二板 板上 二十二钉 家里根本 周氏道 排在 第三名 天爷 原来这位老人 就是天津卫 呵呵有名的 青门 二十二代老头子 祖师爷 周氏道 周三爷 莫怪如此 非凡的气势 师祖在上 守九合一拜 说着 范九合就要下跪 这表示 瞒在头上了 他本的 正是这位师爷 门子不对 好汉不下拜 你还收不上弟子 慢 周三爷一挥手 拦住了范九合 轻轻的咳了一声 面色沉下来 他显得 更加危严了 几卢相近帮 范九合 二十卢进帮 进帮战道 下杭州 何处起迁 周三爷 要当面拷问 范九合 够不够 进帮的资格 过状元桥 出武林门 走哑巴桥 举湖岭 青龙山 左青龙潭 右宝华山 三闸 五霸 七十二码头 二十四条河 呸 一口黄潭吐出来 赌师爷周三爷 挑出了范九合的错处 不留情面 当即 催在范九合的脸上 吓得范九合 全身颤抖 显然 范九合 把航帮内线的联络 说错了 闹不清 门里规矩 何以能进门入邦 立即又是垂守功力 范九合 等着老前辈的训斥 这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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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